今天教大家如何连接Google 首先我们去这个开始 然后就找G字Google Drive 接着你就可以按Google Drive 按完之后它就会 等一等它就会模仿一个画面出来 如果没有彈你就可以在 这个右下方建一建 然后游击登入 好了,你就打了 学校的email 接着Password 然后它会问说会加些档案 如此类推,下一步 下一步 好了,你会见到当你完成了 它就会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同步处理选项 原来我所有Google Drive 就会放在这个Path 开始同步 下一步 它就会开始 帮你同步所有档案 而这里的档案 这里的档案就是我放在Google Drive 所以如果譬如说 以后我做完一些文件 我开个Work 我想回到家或者去到哪里都得到 那怎么办呢 就没有了IT卡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档案 另全新档 那你就浏览 选择 一个叫做Google Drive 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 譬如说我写一个叫做 Testing 下去 然后处存 那你就会发觉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处存在 在Google Drive 那如果你发觉这个位置 没有在这里闪来闪去 因为我第一次同步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档案 我就在做对比 但是正常 如果你做完这次之后 以后就 比如你加新档案 或者Delit档案 我就会马上同步上Google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 组访Google 云端 那你就可以看到 好呢 你们的档案 就会清楚上这个云端 那你可以回到家 咦我这个档案 我选了它 然后就可以按下载 那就可以回到家 都拿到份文件了